無良中外遺棄 養套殺 台北市議員何志偉與多位遭詐騙的被害人 前往地檢署案名控告 請檢調單位立即啟動調查 不要讓不法之徒依然逍遙法外 這一定會長 一定會長 大家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沒想到養套殺 殺完之後呢 就開始脫產 打著台灣中外遺棄最大代理商 日碩實業負責人的吳建豪 被上百位受害人指控 以每股12元事後再用20元買回的方式 假借投資進行掙扎財 估計得手金額將近5億元 甚至傳出已有被害人不堪打擊跳樓親生 一位男子他就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的公司也牽扯在其中 所以他選擇了跳樓自殺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很遺憾的事情 那也有很多被害人的公司 甚至家庭受到這一次詐騙的波及 公司也沒有辦法繼續營運下去了 在被害人多方追查下 得知日碩實業負責人吳志豪 已潛逃到中國大陸 市議員何志偉 與被害人希望藉由提告程序 能透過兩岸司法協助 迫使吳志豪回國說清楚 講明白 讓投資人能有機會追回血汗前 改革大陸委書會進行郭泽民 採訪馬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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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